都已經來這兒了 廢什麼話呀 先坐下 有些事情 我要給你們打個預防針 之前襲擊你們的白蛇 還記得嗎 這怎麼能啊 差點把我們都給撕了 您打聽他幹什麼 怎麼 白蛇跟你們也是一伙的 想像力真夠豐富的 那不是普通的白蛇 而是白化的豬肉 在這地方 蛇柏禁錮著黑毛蛇 而它不同 蛇柏為它提供食物 這種蛇有一定的智慧 它分泌的荷爾蒙 可以傳遞很多的信息 黑夜 你說錯了吧 這個應該叫費洛蒙 人如果能對蛇的 荷爾蒙起反應 那不是亂套了 小子可以啊 讀書不少了 我還以為你不知道啊 廖里 一看就上課沒好好聽見了 不是 什麼 什 什麼 什麼毛 肺洛蒙 肺洛蒙是動物體 分泌的一種 具有揮花性的信息素 這兒黑夜的意思 這種蛇 應該散發的叫肺洛蒙 你現在腦子裏有什麼信息嗎 你現在腦子裏有什麼信息嗎 我這覺得暈乎乎的 其他什麼都沒有 很混亂 但是有很多細節 是一個山洞 裡面金灿灿的 有很多寶藏 還有一個白衣青年 其他的 费罗蒙的信息 有的时候会不断地重叠 毕竟人不是同类 没有办法分层读取 你小子是我见到 第二个能读取费罗蒙的人 据我所知 有这种功能的只有三个 我怎么感觉你早就知道了 是有人闻到的 当一个人嗅觉严重受损的时候 势必会弥补他嗅觉的损失 而鼻腔里捕捉费罗蒙的器官 就会变得发达起来 这个机理我也不太懂 但是费罗蒙是现在为止 最合理的解释了 是吴邪 他闻到了你是他的同类 我就知道了 但是不可能啊 我的鼻子又没有受过伤 嗅觉可好了 是他吸收太多次的费罗蒙 已经承受不了这样的负荷 所以他的嗅觉才会失灵 你现在脑子里的那个画面 你吸收的那个洞口的样子 包括洞口周围的样子 告诉我 整个山洞都金灿灿的 全都是宝藏 但我能感觉到 那周围全都是陷阱 你讲不清楚 那那时候会不会 摄取我的记忆啊 我脑子里可都是 宝贵的知识 要留着上考场的 要不黑夜 你给我透露一下 这个吴邪 出了多少钱 让你保护理措 怎么着 你这保护一个也是保护 保护两个也是顺落 要不你给我也出个价吧 我有钱 五千 不对 五万 五十万 小子当真了 那当然了 这种时候能花点小钱 保平安简直是上上策 先记着账 回去慢慢算 我先认认 我这小主顾的样子 不过我不敢保你全程安全 那你一切要听我的指挥 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黑夜 既然我是你的小主顾 有件事我一直想知道 你能不能实实在在地告诉我 说 你认识沈穷吗 他到底是谁 他现在在哪儿 你们很快就会见到他呢 真的吗 太好了 我们快走吧 等等 在走之前 我要交给你们几样东西 防身用 什么东西啊 什么东西啊 松霄酱辣 要不然去 安臣随麻 谢于花 二爷 您都来了 难道花爷真的 小花 不然 哪儿 哪儿那么容易死 不邪恶小花 不知道也在搞什么名单 为了这么大的周章 也被人相信 我真是担心 别出什么乱子 难道说 二爷您也不清楚花爷的去向 赶紧儿 你放心 小花死不了 她怎么会做 把自己命搭上去的配方买卖 不过 戏演得真才好看 谢家主家已经没人了 现在 到时该你出力的时候 齐老板 李老板 好题 好题 你来了 怎么也得跟叔叔们打个招呼吧 臭品大了 妹儿 您这是背后长眼睛了 怎么看出来就是我呢 二老 参加葬礼 都不忘了下棋 真是 别有一般风趣 我们哪儿 只有赶上这大日子 才能见上一见 好啊 那你们二老今天下 我就不打扰 我们也许久未见了 不如坐下 聊一聊 哎哟 何老 您这棋还有什么下头 输定了 消磨时间哪 总比花力气装难过要好吧 怎么说 二老 也不相信小花死了 我们相不相信 中药吗 你说什么 小月辰真死了 谁说的 小月辰真死了 陈总啊 这锦上猪的人 私下里面都这么传 这条是黑毛蛇 他会攻击你们 你们要想尽办法地躲开他 你们动作太慢了 黑毛蛇 早就把你们给碎了 太慢了 事情太快了好吗 哦 这是最基础的动作 这是最基础的动作 哎哟 你这些动作啊 简直就是反人类 反人类 有一个人就能轻而易举地做的 哎哟 下次见 你 你 还真不是人 说了你们也不明白 走了 原路返回 一切听我指挥 说了你们也不明白 梁湾和杨好应该就是从这儿跳下去的 誓死誓活都不好说啊 所以想要找到他们 就知道他们 只有下水 下水 我不去 万一水里又有蛇出来怎么办呀 浩哥他们下去了 肯定凶多吉少了 太阴陪 不要碎 人是一定要救的 这水也一定得下 至于那个黑猫蛇 从现在开始你们要全程跟紧我 之前你们经历的一切 是你们可以应付的 等我们再上岸之后 就是另外一个时间了 前面有个洞口 是你我 黑猿 我知道前面有个洞口 那那个洞口全都是黑猫蛇 还有一条大白蛇 就说不准备 这银子干吗 我肩又有点开始疼了 别害怕 黑猿 黑猿 真的不能往前 这样就不会被吃掉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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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应该从那儿走的 夏宇 这些什么都去哪儿了 怎么会这样的 梁温和杨昊 你们先救哪个 他们两个不是应该在一块儿吗 看看地上的脚印不就知道了 好哥还是不能摸前救女儿啊 那这样 我去救婉姐 你们两个去找好哥 不行 三个人必须在一起 我可没有分身 同时救你们两个 左边这台脚印明显是个女儿 起码别那边小 不错 具备了最基础的暗断地理 贝爷的节目我可没少看 什么老虎和暴子的脚印 我一看就知道 你意思万一也是母老虎呗 我们还是先救女的吧 大力 又有一天过去了 我们时间不多了 不过去 请不停 为啥 去下巴 你你自己想看 你自己想看 来了 你自己想看 就不想看 你自己想看 这人叫什么 谢雨晨的好戏 今天演的叫 众鬼哭坟 过两天呢 就借尸还魂喽 霍家这几个娘们 可以演出小寡妇上坟 她们也就配演这个 这谢雨晨心思缜密 又有功夫捧事 她真的死了 霍先生 你怎么看这个谢雨晨假死 假死 假死对她来说 并没有什么好处 九门自成立协会以来 各家相安务事 现在宝胜公司 连一个主事的人都没有 这个局面显然要被打破了 宝胜的生意 确实是全乱套了 乱了好啊 乱了才有趣 不管能是真死还是假死 咱们就趁乱把宝胜的生意给多了 没有了宝胜的支持 无许在古东京 也掀不起什么大老 当家的 您不相信我没关系 您得相信霍先生的判断吧 相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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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谢雨晨她极有可能是真死了 即使是假死 咱们就将错就错了 把谢家的生意给 给拿了 对 等她活着回来 也晚了 这些人呐 没一个相信她死吧 这些人呐 不过就是过来看个热闹 如果你说要动生意的话 那霍家娘们儿 肯定第一个跳出来不同意 那就见证有费 反正今天来的人 也没有一个看善了 姑姑 我是听陈佳人那边说 谢雨晨真的死了 你听谁说的 是陈丁锯 知道了 下去吧 你们怎么看 双城也跟我说 谢雨晨是真的死了 我押的人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可看今天这架势 好像没人相信 这就奇怪了 如果她真的死了 这就是我们分她生意的 最佳时期 吴邪赶坏骨同经的规矩 就是因为背后有保胜成苗 搞垮谢雨晨 我看她还怎么折腾 姑姑说得对 这下啊 吴邪的命根子 也被我们掐断了 可谢雨晨生意的机密 都在她的私人优盘里 她那优盘也不知道下落 她这生意 恐怕不是说分就能分的 咱且不说 谢雨晨的庞家亲戚 就说这个陈金水 怎么不能分 琼琪公司已经不过问 九门协会的事了 二雷家还剩一个 天天唱戏的糟老头子 吴山居已经是众矢之地 其他唯一还有点本事的 不就是陈金水了 等一下只要你们跟着我 她陈金水再厉害 不也就是能分到四分之一 到时候 把最差的生意给她 陈总 您可要注意身体了 估计是 谁在背后商量怎么害我呢 还有人敢害陈总啊 有事有地 不过啊 她没这个本事 陈总连货家外契都请来了 看来这次是有备而来啊 有侯 尹老板 认识她 霍道夫 华裔 从小在欧洲长大 在德国学习物流管理学专业 兼修解剖学 她的野心都写在脸上 难道是想借你陈家的手 跟父亲送猪 咱们名人不说暗话 尹老板 那么聪明 还用我解释吗 要我说啊 不如这样 咱们俩强强联手 以我们陈家的实力 和你们新月饭店的招牌 保胜这块肥肉 还愁吃不到吗 我是个纯粹的生意人 不掺和你们那个 这么说话呢 我还是做生意的呀 而且 我得到了一个可靠消息 谢宇辰她真的死了 去摩托真的比去花爷的葬礼 还重要吗 一成假葬礼 就不用去操作闹了 你说汪家人藏了这么多年 你光看视频就能找出来 你也太厉害了吧 找到几个孟家人了 林哥 孟家人还没跳出来 这事有点蹊跷啊 云蒙低沉 草木寒碑 谢宅垂泪 酒门痛飞 酒门协会的各位负责人 前辈们调研仪师 现在开始 何老 您先请 何老刘布 什么事儿 那个谢老板走了 他的生意该怎么办呀 您作为九门协会的前面 看好气的 今天不可以主持一日啊 主持 你让我主持什么 何老 保盛现在没有主持人 这业务也没人管 这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要我说了 我们几家可以帮忙代管 将谢宇晨的生意 划分为几个区域 能者多劳 像 锦上珠就可以 我们几家 哪几家啊 你们八面横通和利财 配吗 你别上来就出口不逊 九门协会就剩下咱们几家公司了 他们八面横通和利财 当然配 配不配不是嘴上说的 要看有没有真本事 陈金选 你被上来就动横的 现在三对一 你的胜算也不大 合着 你们三家早就商量好了 好啊 那我也把话说明了吧 谢家的物流生意 我们陈家 要定了 怎么 请了一个我们锦上珠的外援 就得意忘形了 陈金选啊陈金选 你就这德行 华爷生死未卜 你们就想分他的生意 这儿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回去 陈金选 陈金选 你先退下 他们把话说完 怎么能让小花安心走呢 去 说 九门协会 九门协会还在正常运作的公司 不过就是我们锦上珠 历彩八面横通还有陈家 小花不在了 我的意思是 我们几家可以把他管辖的业务分了 总比荒废得好 而且 吴协擅闯谷同经 再让他这么胡乱搞下去 动摇了九门协会其他公司的根基 会祸害无穷 二白啊 他们真以为你侄儿去的地方 有宝贝呢 日山叔叔 你过来 过来 你也该说两句了 我又不是没说过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古同经里边啊 没有宝贝 我这嘴皮子都快说破了 有什么用啊 老东西 我们说正经事了 你别插嘴 今天我们先把这边的事情处理完 明天就动身去古同经 把无邪给抓回来 抓回来 你是想杀了他吗 吴家二爷 您多心了 吴协好歹也是我们九门协会下属公司的人 只要到时他肯痛改前非 我敢保证 我们几家公司是绝对不会为难他的 只是不知道陈老板会不会 只要吴协不惹事 我保证不碰他一根好毛 这都是看在山区吴二爷您的面上 你们的意思是 只要是分了谢雨晨的生意 就愿意放吴协一马 没问题 关键是要看 怎么分 你们西岳饭店 一直跟谢雨晨的生意交往密切 你同意吗 只要货好 价格不变 我西岳饭店 跟谁做生意都是一样的 对 既然宝圣没有了管事的 大家所提的要求也不算过分 那么就暂时由锦上术和陈老板来共同掌管 谁说宝圣没有管事的 霍秀秀 你已经不是九门协会的人了 穿一身红袍 你是来参加婚礼 还是葬礼啊 虽然我也不是锦上珠的人 但是我是不是九门协会的人 你没有资格管 何老 吴二爷 还有各位九门协会的前辈们 你们可都认识这个 这个我认识 这是邪老板私人油盘 这留意在他这儿呢 来 还没什么好议论的 以此为证 霍秀秀 乃保胜新首席 这干嘛呢 股长 别股长 别股长 大家打 不妥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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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把目标转向右盘 你们如意算盘打得再好 也得有这个本事 想要瓜分保胜 还得先问问我 霍秀秀 你的意思是 小花真的死了 你 哪儿弄的这假油盘啊 这是小花的随身之物 怎么会在你这儿 难道是你杀了他 众所周知 小花哥哥 他是死在汪家人手里 所以姑姑 你别把这样的脏水 泼在我身上 那我请问你 我很想知道 你这幽盘是从哪儿弄的 这个和你没有关系吧 现在此物在我的手里 你们可否愿意听我号令 保胜分公司的所有人 听从您的吩咐 霍家姑姑 比起分保胜的事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发生了 汪家人 已经混进九门协会了 汪家人 怎么这有汪家人 这汪家人 汪家人 不会真的存在吧 对啊 谁啊 快站出来 霍秀秀 你不要混小视听 毕竟你这个当家人 我们还没有认 要是真的汪家人 混进了九门协会 那可是大事情 空口无凭 我说 我们这些公司的人 都有数的 你说混进来 就混进来了 你这不是挑拨离间吗 绝对不可能 我们在明 他们在暗 你们各个公司 为了争夺盘口 开拓利益链条 应该也招了不少人吧 为了自己眼前的利益 你们葬送的是 整个九门协会 事到如今 我们应该更快地找出 混进来的汪家人 而且 绝对不能给他们留下 任何喘息的机会 那些人能够轻易地 混进九门协会 要找他们不容易啊 能如此认定 花爷死掉的 很可能就是汪家人 只有他们 才会如此缺席 难道这是你跟 花爷是的局 九门协会的人 不敢明目张胆的条事 除非受到了汪家人的挑唆 老板就是老板 活眼睛睛啊 不看了 要不给你录下来 到水平上再看 目的达到了 现在要做的 就是要跟时间赛跑 怎么办 怎么了 北第二区第六涌道 北第二区第六涌道 听起来怎么那么熟悉呢 让我想想想想 北第二区第三涌道 你还记得霍中枢吗 北第二区第三涌道 你还记得霍中枢吗 还是你记性好啊 没有没有啊 所以说霍中枢的尸体 就是在这一片被发现的 你有可能霍中枢就在这工作吗 不知道 好 湾姐他们走的是哪边啊 我们来分析一下 好哥和湾姐 为什么会分到扬镳 在这种地方 只有两种想法 一种就是想进去 一种就是想出去 那湾姐 到底是出去的 还是进去的呢 两条路 第三区 通往中心区 第四区 通往外部区 以梁姐姐的探险智慧 走到这种岔路口 估计左右都分不清了 不会像你想得那么细致的 应该是这条路 他们分开后 脚印跨度 很大 说明上岸之后 没有做任何停留 而是奔跑的 分开的 而且他们上岸 是有时间差的 后边肯定有东西 在追他 先上岸的那个 选择了这条路 另外一个 选择了另外一条路 当冲进这个涌道之后呢 他们肯定是一路狂奔 往前逃跑 根本没有时间停下来 看这些岔路 肯定是直奔往前 也架不住 你那哥们儿 为那姐们儿断后呢 王姐 快点 王姐 王姐 上岸了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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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姐 你先走 别说这话 一起走 你先走啊 不要 走啊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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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你那漆黑的墨镜像 却有一双锋利的眼睛 可以撕开一切真相的迷雾 你说我干吗 要接你们这差事啊 你们可没有吴老板以前好玩 走吧 好 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 一定要跟着我的步伐 不要担心被任何东西撞他 要相信用你们最快的死度 听到了吗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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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铁 我跑不到了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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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铁 我实在跑不到了 不能停啊 黑夜呢 你看到公司了 Keep一大人 你没事吧 而苏儿 他们就赶紧走了 我们就离开这个地方 苏儿 落 走 怎么又回来了 怎么又回来了 你都逼我啊 逼死我好不好啊 我没来死 你们这些鬼东西都别吓唬我 C.S.办职业大师 今天也算是职业大师 职业大师 乌龟都怕铁锤 西斯炸药怕不怕 乌龟 乌龟 冲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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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 那你 我见识一下 来了 你们听到没有吧 来吧 等你们很久了 不忍耐自己 这不是 自己不 自己跑 不管面 中国家 自己 Reform 来 祝你 我 好 这个劲儿也挺大 我才是那个无所不能 别人家的孩子 分答 好很好玩 去发现 怎么会突然爆炸 那些小病还没事 坏坏坏 脸上没破损 谁 林素 杨昊 是你们吗 我在里面呢 有人吗 我 这个洋行应该是在 在这儿分开的 然后我一直顺着这条路走 所以我现在应该在这儿 也可能在这儿 不管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哪 不是往哪条路走啊 算了 天天有命吧 天闭 天江 天道 哪条走哪条 天下 天下 小兴 今下 天下 寻 απ 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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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 寻处 寻处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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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的是 他们会靠掐断电话线来宣告到来的消息 太蠢了 汪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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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鸭鸭鸭鸭鸡 鸭鸭鸭 鸭鸭鸭鸭鸭鸭 鸭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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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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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啊 这是真的ody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undertaki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ię Volidou讲 clips 反対侮员都在说别人直接影响神 你都快没了 走这去真的值得吗 有意义吗 啊 医生 求求你了 把我女儿的温室去掉吧 太丢人了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 我们这是社区医院 要想去温室呢 你找个大医院 找个皮肤专科 还有啊 手退了以后才能走啊 来 你瞧瞧 这么多年了 一晚上我就看见你温室 怎么问你也不说 今天你必须跟我说这个了 到底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 你无可救药了 一个女孩子身上有温室 你丢不丢人哪 我不知道这个妈来的 我真的不知道 哎呦 哎呦肉丝 还有肉丝 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 上来 啦啦啦啦 谁 苏万 苏万 你是谁 我 你就叫我黑爷吧 你是 两弯 你怎么会在这儿 还跟苏万在一起 我是他的保镖 他顾我来保护他的 不会吧 我跟苏万走了一路 从来就没有听他提起过你 那是因为你跟他不熟 你等他醒了自己问他 就算你是他的保镖 这些工作也不怎么样 他怎么会伤成这样 还有黎粗呢 你见到黎粗了吗 黎粗现在怎么样 那你还说呢 我哪儿知道黎粗这小子 就是一疯子 抓起炸药 想也不想就引爆了 在机器狭小的范围内 两公斤的C4 把我们给炸飞了 看我们现在这样子 不是 你的意思是说 炸弹是黎粗引爆的 那他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我离你们很远的 我都被震到了 他是不是受伤了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他正好处在爆炸的正中心 在通道这种极其狭小的空间里面 那么大的爆炸 会震到内脏 你应该比我清楚 即使死不了 也活不了多久 这种事情 没有奇迹 你凭什么这么说 我告诉你 我是医生 在所有生命体征消失之前 不可以自己妄下定论 你告诉我 他现在人在哪儿 我现在就要去找他 你说话呀 我先看他能不能救活 你别去找他 他没什么大碍 只是扔过去了而已 皮带上 你是怎么发现我在这儿的 发现你是因为光 这种光线对你们来说 可能太弱了 但是对我 这点光足够了 她的伤口没什么大碍 现在就是不知道 黎粗怎么样了 保护一个人 比伤害一样 要男的多 黎粗这孩子的脑回路 跟其他人不一样 吴邪还算是幸运 你是吴邪的人 我不是他的人 那你能告诉我 为什么黎粗对你们来说 都那么重要吗 这跟吴邪有关 既然你们都认识 我也不妨说一下 不过具体的问题你去问他 不要来问我 那这儿呢 关于这儿 你都知道些什么 当年 我们在西域靠近中亚的遗迹 发现了一种蛇的痕迹 从骨骼特征来看 这种蛇应该生活得热带 而活物 并不适合长途的运输和交易 就在这贸易区域的两段 也并没有发现这种蛇 说明它的产地 应该是在 丝绸之路的谋点 当时我跟着一大帮子人 去那边考察 那里的地形复杂 环境恶劣 等我们真正到达地下拥道时 同行的人损伤了不少 当我以为最坏的情况 已经过去时 大家都看好角落 有没有舍退 真正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黑瞎子 走了这么久 连个蛇骨架都没看到 人倒是 损失了不少 这要是两手空空回去 大家又得饿半年喽 你以为是挖黄金呢 给满载而归 我听说你跟中东的买家 已经定好 给他带条蛇回去 定金好像给了不少 他是回去熬汤呢 还是当宠物养啊 我听说中东那边 喜欢把狮子 豹子啊 什么当宠物养 没想到 还有对蛇感兴趣的 话说 你的耳哥 可比眼睛好事多喽 这话 我眼睛听了可不高兴 德哥 你这眼睛 还有听觉 黑服 神人 怎么啦 我们没有发现蛇的骨架 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 这里根本就没有这种蛇 第二 这些蛇都还活着 小心 快跑 走 走 走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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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你们就找到了李宗 说了李宗别无选择 因为只有他才有这种能力 还原这一切本来的面目 你们为什么非得知道 这里到底发生过什么 或者说 无邪为什么不自己来 来看看那些事 反正也走不出去了 我就给你交个底吧 等一下 我问什么你就答什么 是编好的故事 就等着讲给我听的吧 这也太硬了吧 黑爷我就是这么硬 你还听不听 感谢您的感觉 感谢您的感觉 感谢您的感觉